张文海抓住机会 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 可是他也深知 这草勺上的功夫 是没有止境的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 胳膊不行 这二尺都高 得把这整个方过来 方过来以后再收一收 那只再收一收 我们跑了一套 那味才能入进去 这边靠 我翻过来 这边再靠一靠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 扒是卤菜中常用的 一种烹调技法 精湛的大翻勺技艺 要将勺内菜肴 整体翻过来 达到不散不乱 干净整洁 成型大方 再加上明汁亮芡 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这卤菜里有一个金油四宝 金油四宝 这四宝什么东西呢 龙羽菜 宝鱼 鸽蛋 菜心 这四样东西满在这盘里头 满在这盘里头 调整味儿 味儿都入进以后给汽儿 晃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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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汽儿给匀了 从周围拿点鸡油 一润滑 正好这四样 正好 不能乱 这大翻勺 这是卤菜山东菜一决 他怕菜是一决 别的方菜他没有 好了 那边 别的草菜 他们还准备好 可以 两个月 我 词词曲 李宗盛 《词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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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完了马上到石那边 这鸡腿钓完了以后 再拿这鸡符 那鸡符撒成泥子 也使那个 那那鸢给它护了开 再拿鸡符再钓一遍 下的汤里头拿着勺子这么厚 朝右方向 鸡腿完了以后 捞完了就是一乎的来 你看那汤的色 慢慢全变了 不是白的 它什么 就是鸡腿鸡脯 这鲜味下去了 它变色了 浅茶色 浅茶色 那汤好 1956年 张文海回到北京 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张文海能够接触到 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 也有机会学到了 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 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 他还总是不忘 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这道四川名菜 张茶鸭 它这个鸭子呢 多少年以来 就是这鸭子腌制 腌制完以后 蒸 蒸完了再炸 它是这么一道菜 炸完了以后 多块 上桌 带葱酱 那蒸的河野饼 不知道咱们这是考验的河野饼 带这 蒸花饼 是河野饼 就是那吃 我说这弄得不行 带着大骨头 人家带着那河野饼 那怎么吃那东西 那酱子 葱也没放抹呀 我觉得 我多半天 我做好长时间 我说 我说这得改一改 我说这能不能 像这烤鸭似的 把肉给它片下来 希腊主食 该怎么食怎么食 你还可以听点 就这样的一来 你得这鸭子一上桌面以后 马上就不一样 它怎么吃方便了 朝天锅 是卤菜中的名小吃 因为锅无盖 人们称之为朝天锅 锅内煮着猪下货 肉丸子等 汤废肉烂 顾客为锅而做 由掌锅师傅 舀上热汤 加点香菜和酱油等 并备有薄面饼 让客人随意自用 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 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 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 接触过程中 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 把猪肚整根翻过来 用盐醋加以搓细 再过水三次 经过这些加工 最后端上桌的菜 既清爽又不识香醇 创新菜要做 传统菜更不能辣下 你山东菜就是咸鲜脆嫩 这几个字你别错了 你别闹我都四川菜似的 对不对 什么都辣 那那就不行了 你不能用广东菜 什么水口都甜了 那也不行 我们这咸鲜鲜 咸鲜 口味是这个 脆嫩 就这个 吃这个东西 你看吃的蜂蜜片 必须软嫩 高级杨晦 小布丁 各吃 一人这么小盘 各的温度苗 太棒了 芙蓉菜 原料简单 但是做法难度高 也很费时间 是一道烤厨师经验技术的菜 这道菜特色是 颜色洁白 口感细腻 口味清爽 做成的芙蓉鸡片 当中的鸡片 要求洁白 如焦嫩芙蓉 要做到这一点 并不容易 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 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鸡蛋清 里边 加点小鸡柳 这两个小鸡条 把那筋抽到砸成泥子 再加点 好鱼 新鲜的 白蛋的 再加点那鱼米 这两种你自己砸 拿那鸡蛋清调起来 你做不做这菜 它嫩不嫩 白不白 原料的调制 颇费一番功夫 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 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 注重细节 换上汤 烤清汤 换上点料酒 换上点姜汁 来点味精 手来盐 把这个铺的鸡盖握进去倒 轻轻给一点茄 里汤茄 里汤茄 点点鸡油 白的黄的 鸡肉 这盆 这盆是锅盆 锅盆 什么叫锅盆 不是平的 周围有人 倒了出来 把这锅盆拿开水一烫 让它烫手 做它烫手 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 把这锅盆里盛 上面点点鸡油 黄鸡油 白鸡片 你看这菜 最后的点睛之底在于豌豆苗 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 撒在鸡片周围 白绿相间 色调雅致 这单是名菜了 芙蓉鸡片 豌豆苗也高级的 盘子烫的热热的 是吧 叫它烫手 煎这菜不能量不低的 这样菜才能配合 明菜你得做好了 所以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 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工夫不行 这工夫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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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